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九个步骤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是不可逆的 也就是说 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它都应该是按照流程来做 既然是流程嘛 就是不准不可逆 对吧 那第一步要做好店铺基础 然后是确保不违规 然后呢 是优化我们的类目和属性 优化宝贝标题 优化下架时间 销量破零 优化排名 然后呢 优化综合质量得分 最后呢 是优化店铺标签 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来看第一步 关于优化店铺基础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呢 实际上对这些工作 它都是忽略的 为什么忽略呢 因为很基础的东西嘛 就是很举手之劳的东西 大家往往是不重视的啊 就像我如果问你 吃饭有什么技巧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好奇怪啊 因为吃饭可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对不对 我们生下来 然后就会吃饭 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吃饭 大家会认为这个很基础 那就设计不到什么技巧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去重视 但是呢 确实有一些举手之劳的工作 我们很多人不做 那在这儿我们就是说 举手之劳的工作 能做就做 并且要把它做好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消保 对吧 消保 那消保呢 大家都知道 叫消费者保障权益 淘宝呢 关于消保的一个缴纳呢 现在是一千块钱 然后呢 你可以多交 那很多人呢 一看这个 那我们就交一千块钱吧 那在这儿大家注意 不是说我们说的天猫啊 天猫的消保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淘宝的天猫 这个消保要多 现在的这个淘宝的消保就是最低一千块钱 那很多人想 那交一千块钱 那我们就交一千块钱呗 对吧 我们干嘛要把钱让淘宝多占一些时间 然后来影响我们自己的流动资金呢 可是你要注意 消保它真正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呀 消保的本质含义是让你的消费者能够感到一些保障 对吧 当消费者权益受到破坏的时候呢 你愿意给消费者一些保障 愿意去赔付消费者 给消费者来承担这种风险 那么如果从这个简单的意义上来讲 你直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你愿意给消费者的保障越多 那淘宝它一定会越喜欢你 所以说哪怕你的消保比别人多交了五百块钱 甚至说只是多交了一百块钱 比如说别人交一千 你交了一千一 如果在其他条件都等同的条件下 可能就会因为你多交的这一百块钱 你获得的这个宝贝排名的得分就要比另外的宝贝要高 也就是说你就要有可能多获得一些机会 但是呢 大家注意这个消保它肯定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并且我觉得这个消保它也不会是关键因素 它可能起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呢 我们大家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高考的时候 想考一个比较好的分数 实际上你不就是一道题一道题去拼的吗 对不对 你不就是一道题一道题去拼的吗 你不就是一分一分得的吗 不就是一小点一小点去做的吗 那么我们在做排名的时候 应该也有这样的意识 我们最后想获得一个高分 你不要期盼着我只优化于某一个方面 或者说我只管某一个细节 就可以了 那有人说 老师我就只做这个下架时间 对吧 我只做七天的螺旋上升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分它是一点点得来的 那么我们既然能做一个很小的努力 就把我们的得分给提上了 那这个努力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那交一百块钱 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淘宝卖家来讲 应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吧 那好 别人交一千 我们交一千一可以吗 那这时候有同学就会问了 老师 那你这么说了以后 所有的同学都交一千一了 那我们不跟没交一样吗 但是你要注意 听到我课的人毕竟是少数 听到我课还执行的人又是少数 那在这个淘宝的平台上 交一千一的消宝的人 寥寥无几 凤毛铃角 那你交了 在这一个点上 你就比别人多了一点分 那为什么不交呢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橱窗推荐 我相信咱们所有的淘宝卖家 都知道橱窗推荐 那并且呢 我们也知道了 现在在淘宝上 你的商品如果没有橱窗推荐的话 那你基本是没有展现的机会了 因为淘宝它已经不再像以前缺商品了 那以前缺商品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橱窗推荐的优箱展示 如果没有橱窗推荐的 你就要靠后展示 所以说即使你没有橱窗推荐 如果商品非常少的话 你也有展现的机会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在淘宝上 几乎任何一个类目 任何一个商品 都会有大量的宝贝存在 有大量的竞争对手存在 那这时候如果你还不去做橱窗推荐的话 你会从最根本上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从根本上就丧失了这样的机会 好 那我们对什么样的商品来做橱窗推荐呢 那有人会说了 我们橱窗推荐一定要结合下架时间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 在最早期我们做淘宝的时候 可能还有一点用 现在根本就没用了 你不用去考虑那些 橱窗推荐呢 它只是一件细节 只是一个小事 那我们对什么样的商品做橱窗推荐 有人说 哎呀 我这个商品一直卖的不好 它可能成为滞销商品了 那我为了避免它成为直销商品的 我对它来进行那种橱窗推荐 那这是错误的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这样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用 但现在这个想法已经基本没用了 为什么这个想法已经基本没用了 因为每一个商品只有橱窗推荐才有机会 对吧 只有橱窗推荐才有机会 也就是你必须去做橱窗推荐 那你如果不橱窗推荐的话 你连机会都没有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推荐 不要去推荐那些不好卖的商品 不要推荐那些滞销的商品 相反 你应该推荐那些相关性最强的商品 去推荐你的爆款 那么这样的话 它们展现的积累才会更多 才会更容易排在销费的面前 对吧 这就是橱窗推荐 好吧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是什么呢 叫万万在线和响应速度 万万在线和响应速度 那这个它影响的是什么 它影响的是店铺综合这两个分 其实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淘宝的搜索引擎 那你希望看到什么 如果你是消费者 你希望看到什么 消费者然后看到你的商品了 点击你的商品进来看 那有一些问题呢 他不明白 然后他点你的旺旺 要跟你聊天 然后跟你聊天 等了半天了 然后你没有理他 那大家想 你是消费者 你会怎么感受 这家店太不专业了 或者说他太不重视我了 对吧 因为现在在淘宝上转换成本 几乎是为零的 他马上会关闭你的店 关闭你的旺旺 然后立刻去点开其他的旺旺 我跟大家讲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只要点开 我问你在不在 然后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不理我 不用太长了 三分钟我立刻就关掉你 你以后再理我都不会 我都不会再理你了 对吧 就比如说我上次去买一个小的录音笔 去买一个小的录音笔 然后呢 我跟其中的一个旺旺 他当时理我到很快 然后聊了两句 聊了两句 我又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然后呢 三分钟没理我 那我立刻关掉 我马上就从另外一家 然后咨询乱两句 然后拍下商品 然后最终购买了 对吧 因为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是希望自己被重视 只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都是这样 他希望自己被重视 他希望自己的问题 能够得到最及时的回答 希望能够得到最及时回答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 淘宝一定会把这个旺旺响应速度当成评价这个店铺综合质量得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并且这个综合质量得分反过来会去影响商品的自然搜索排名 对吧 那所以说旺旺怎么来保证响应速度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一直在电脑前 有人说老师就我自己做淘宝 我真的没有办法一直保证在淘宝前 但是我吃饭的时候我都听着那个叮咚响 可是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保证那种及时的显量 那怎么办 那我们至少应该把它设置成自度回复吧 比如说我先离开一会儿 然后有问题一会儿回答 设置成自度回复吧 那你就旺旺想速度来保证 对不对 旺旺想速度来保证 那然后呢 有一些卖家碰到账的一些 这个旺旺的信息的时候就会不理 比如说一些做广告的 什么问你要不要刷单了 什么问你要不要做广告了 那可能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旺旺群发讯息 那碰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完全就置之不理就可以了 其实在这我告诉你 也不是 你哪怕只是简单的回复一两个字 你也回复一下 因为这个呢 它会影响你的整体响应速度的 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你的旺旺在线时间 如果你不能确保PCG在线的话 那么我们尽量手机端在线 因为你在线时间越长 响应速度越快 它对你整体的综合质量得分的提高 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些是什么 这些都是细节 对不对 再有就是获得更多的勋章 那什么叫做勋章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打开淘宝 我们还是随便搜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搜什么呢 我们搜一下行车记录鱼吧 搜一下这个吧 行车记录鱼 我们直接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点开这个宝贝以后 我们大家看 这些我们先不用管 然后我们从这看 这有一个金牌卖家 我们管这种就叫做勋章 叫做勋章 好 大家看这个八天退货 然后支持安装 这个是什么 买家赠送退货运费 七家退货 好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都叫什么 这些都叫做勋章 那我们这个有时候 这个有一些 这个同学可能会问了 老师你看 他这没有勋章 他不也被展现了吗 他只有一个勋章 他不也是被展现了吗 只有一个勋章 不也是被展现了吗 对吧 那但是呢 你会发现 最少他都会有一个勋章吧 对不对 你看 最少都会有一个勋章 这个是什么都没有的 对不对 这什么都没有的 然后你看 适用支持安装 然后呢 这是卖家赠送 孙费运费 然后15天退货 好了 那有同学问了 老师 这东西真的有用吗 好 我告诉你 他一定有用 为什么一定有用 因为在这个页面上 每一块位置 对于淘宝来讲 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对吧 都是非常宝贵的 也就是每一块位置 淘宝认为 它都是可以产生价值的 不能产生价值 他干嘛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这 对吧 不能产生价值 他干嘛要把这个放在这 它的价值是什么 首先第一 你在增加这些服务的时候 对你商品排名的一个权重 一定有增加 对你商品排名的权重 一定会有增加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 当你这些商标 这些勋章摆在这的时候 对于消费者而言 他对你会增加一种信任 很有可能会影响你点击的 比如说有的消费者 就会把鼠标放在那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 赠送退货运费 然后放在这 我看一下是什么 这个是7 8天退货 是15天退货 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 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 它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它会是影响你点击的 它会是影响你点击的 它会影响点击的 对不对 而点击率 它又是影响商品赞搜索排名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些小勋章 不管是从直接的意义上来讲 还是从间接的意义上来讲 它都有可能影响商品的赞搜索排名 那么我们只要能做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对吧 那有一些东西 它可能需要你交一点钱 然后你就可以申请 有的东西甚至根本就不需要 你交钱 你就可以申请了 对吧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 对于这些小勋章而言 只要我们符合条件的 只要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申请 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申请 因为这些东西 对于影响商品的赞搜索排名 它又是一个加分的项 对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我们都是在一点点过程当中 去实现加分的 那么既然能够加一分 能够加两分 哪怕加零点五分 我们为什么不去干这事呢 对吧 那最终的总分 它是决定我们商品排名的 那么这个小细节 可能只需要我们一会儿就操作完了 但是呢 可以帮助我们来加分 那所以说 我们是一定要去干它的啊 有一些举手之劳的工作 能做就做 比如说消宝 比如说储疮推荐 比如说旺旺想要速度 比如说我们想办法 去获得更多的勋章 好吧 那这就是一些基础工作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违规 关于违规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淘宝将会越来越讨厌违规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